花莲捐血站发出争血令 在中秋节趁着人潮多的时候 在玉里正名广场黑熊教育馆旁 包括了中国国民党黄富新黄荣华七区党部 还有玉里正党部 结合有9个社团举办了爱心捐血活动 总共募得333代鲜血 创下玉里地区捐血记录 花莲捐血站发出争血令 为了响应花莲捐血站长 蔡佳前捐血号召 中秋节趁人潮多 在玉里正名广场黑熊教育馆的旁边 中国国民党黄富新黄荣华七区党部 与玉里正党部结合共9个社团 办理九九热血上游捐血的活动 和金木德333代的鲜血 创玉里地区捐血的记录 九九热血上游捐血 传爱捐血的活动总干事吴新闻说 这次在玉里办理的捐血活动 从五月份就开始规划 由黄富新黄荣华支党部副主委 游昭仁与黄育副区党部常委 上万元协助跟执道 这次的活动结合了在地的农特产品 办理爱心的捐血活动 动员了所有的人力大概超过50个人以上的志工 那也很高兴今天有超过224人的捐血人 收集到了333代的血液 那也能占解我们花莲捐血站的这个血方 捐血中心表示 今年暑假期间 花莲地区捐血量远低于花莲县各医院的需求量 两个月来向台北捐血中心调拨了血液2000代 以满足花莲县各医疗院所的用血 也呼吁花莲的民众能够踊跃捐血 并且养成定期捐血的习惯 共同来为花莲平日需要用血的病患进行力 记者高松双玉里正在访报道